第四題它說十個數據 那給你總和平方和 y也總和平方和 還有一個x跟y相乘的和 那麼問你說它的相關係數等多少 好,那這顯然要用到的是第三個公式 第三個公式我們還記得 相關係數就等於長這個樣子 那其中的這個 這個就是584 減掉n,n就是十個數據 那x平均 x平均怎麼算呢? 就是它的總和除以 個數十 所以x平均就等於七十除以十 那就是7 那同樣要算y平均 y平均的話也是總和除以十 y的平均又是總和除以十 就是bar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bar 那這邊呢 根號的x平均的和就是515 解掉n就是10 x平均已經算出來是7 所以這裡代7的平均 那根號這邊y的平均 y的平均是704 解掉n也是10 然後y的平均是8 8的平均 好,那這個上面分子分5 就經過一番努力掙扎算一算 就可以算出答案 答案是10分之6 就是0.6 就是5分之3 好,看看這樣